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ART1是实验原理的介绍 PART2是阶梯图编写 PART3我们会以影片的方式来介绍阶梯图编写的过程 PART4是实验与结果 首先我们要介绍实验的原理 那么这个是我们PLC机电负载整合控制实习箱里面的三轴机械币的一个单元 三轴机械币当然在我们自动化生产线用的非常多 包含很多的上下料都会需要这个模组 那么里面包含了控制垂直气压缸去做一个上升及下降的一个运动 那么也包含了回转气压缸做一个左右摆动的一个控制 那么还有真空产生器呢可以去做真空吸盘的吸佐以及释放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三轴机械币的单元 那么三轴机械币呢当然我们搭配了真空吸盘 它可以做一个真空取物以及移动这样的一个应用 那么也可以用这个三轴机械币呢在输送带上面的取放物料 那么在这个三轴机械币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升降的一个薄形钢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这个图 那么如果我们从下方进气 下方进气的话呢这个薄形钢的活塞呢就往上移动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手臂就上升 那在最右边这个图呢如果我们是从上方的这个节气法这边进气的话呢 那么这个活塞就下降 那这时候我们的手臂就会下降 所以这个薄形钢呢就控制了我们的这个三轴机械币的一个升降的动作 好接下来还有一个回转钢的动作 那么一般回转钢我们有分回转角度90度180度以及270度 好那么在这个实验我们用到是180度的回转钢 好那我们可以看到右边的这个图 好那么它是有两个气缸 那么搭配了齿轮跟齿条的机构 好然后让我们的直线运动呢可以转换成为 这个旋转的一个运动 那么看中间的这个图 那我们如果是从上方的这个阀门进气的话呢 那么下方排气的话呢 那么上方的活塞右移下方左移 那么这个我们的这个回转钢呢 它就会往顺时针方向摆动 那么反过来看最右边这个图 如果是下方进气上方排气的话呢 那么这个齿轮呢跟这个回转钢呢 就会沿着逆时钟方向旋转 那么它从最右边到最左边呢 刚好是180度的角度 好那么我们在这个 我们在这个气缸呢 我们要侦测它的气缸的这个位置 那么最常用的呢就是这个磁黄开关 那我们的这些气缸的活塞里面呢 都有永久磁铁 所以只要这个活塞一靠近这个磁黄开关的话 我们磁黄开关就会有信号的一个输出 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磁黄开关 它里面的一个原理 所以我们看左边这个图 当我们磁铁一靠近的时候呢 这个磁黄开关就会被它吸引 所以原来是开路的状态 那么磁铁一靠近的话呢就变成闭路 所以它的这个感测器的信号呢 就会做一个改变 那右边是我们实际的一个接线图 好那么磁黄开关是左边用这个玻璃管封起来 那么它的右边的中色是接正电 蓝色是接负电 那么当如果是有磁铁靠近的时候呢 我们的磁黄开关上面的LED呢 也会亮起来 好接着我们来介绍电磁阀模组 那么电磁阀是在气压里面呢 是作为一个方向控制阀的一个应用 那么它可以控制我们移载壁气缸的升降 或是回转钢的一个的这个摆动 或者是这个真空产生器 让这个真空吸盘可以去吸引 这个模组里面呢 我们有总共有三个电磁阀 那么两个是单动的 一个是双动的 首先我们介绍五口二位单动阀 那么右上角就是它的一个符号 那么它五口的话呢 就是我们有这个SPR AB有五个口 那么P的话是接我们气压源 那么S跟R都是这个排气 排气一般我们都会接消音器 那么A跟B是接到我们的气缸的这个进排气口 所以我们看到下方的这个左边的这个图 那么左边呢 它有这个电磁线圈 那现在没有基磁 所以它右边的弹簧呢 会让它复位 就是会切换到右边的这个方块 那所以说现在的我们的进气 高压空气P 它会进气到我们的气缸B 然后气缸A呢会排气 从这个S这个排气口出来 那么右边的这个图呢 是线圈有基磁的状态 那有基磁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单动阀呢 它就会切换到左边的这个位置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高压空气P呢 会进到我们的气缸A侧 那么气缸的B侧呢 就会排气 从右边的R这个排气口排气 所以这两个位置 刚好就会让我们的这个气压缸呢 前进跟后退 那么这个只需要 因为只有一个电磁线圈 我们只需要用一个这个PLC的Y接点 就可以足够来控制 好接着我们再介绍 五口二味的双动阀 那么这个双动阀的话 它左右两侧都有电磁线圈 那么右上角就是这个双动阀的符号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这两个线圈 不可以同时基磁 那基磁太久 它有可能会烧坏掉 那我们看下方左侧的这个图 如果我们现在是 左侧的这个线圈通电基磁的话呢 那么就会切换到左边的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高压空气P呢 就进到我们的气缸的A的进排气口 那么同时另外一侧的B的这个进排气口 它会排气 那么从这个排气口R这边出来 那右方的这个图呢 是我们右边的这个线圈通电基磁 所以这个时候高压空气会送到这个B 那么另外一侧的A呢会排气 从S排气口出来 所以这两个图呢刚好左边线圈跟右边线圈基磁的分别会让我们的这个气压缸去执行这个前进以及后退的这个动作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气压回路图 那我们的这个仪载B的垂直升降的气缸呢 它是一个五口二味的一个单动的电磁法 所以我们现在A加的线圈通电基磁的话呢 我们看到左边这个图 那么左边这个图的话 我们的高压空气呢 就透过了这个调速法 这个调速法就是调整我们进气的流量 那么它就可以调整我们气缸移动的速度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高压空气进到我们上方气缸的从上面进去 然后它的气缸的下面那个浅蓝色是排气 排气从S这边排气口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气压缸就会下降 那么在右边这个图呢 我们如果A加的线圈消磁 那么它弹簧的动作就会切换到 这个电磁法右边的位置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高压空气呢 P是进到我们气压缸的下面 那么上面会排气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气缸呢 就会执行一个上升的动作 好这个是我们以载币回转气缸的一个气压回路图 好我们看到左边 左边这个是B加线圈 如果消磁的话 那么它的弹簧复位就会切换到右边 电磁法右边的位置 这是我们高压空气 P呢就会透过调速法 进到我们回转缸的这个右侧 所以这个时候回转缸呢 它就会往逆时针方向摆动 同时另外一侧呢 它会排气从这个排气口R出来 那么接着右边的这个回路图的话呢 我们这时候B加的线圈就通电机词 那么这个五口二位法就切换到左边的位置 所以这个时候高压空气P就进到这个A的位置 也就是从我们回转缸的这个左侧进去 那么右侧是排气 这个时候它会回转缸会往顺时针方向去摆动 那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个B加线圈消磁跟基磁的话 我们的摆动缸呢 就会进行往左边摆 以及往右边摆 它的摆动角度刚好是180度 好这个气压回路图是 我们的这个真空产生器跟真空吸盘的一个回路 那么我们这个是用了双动的五口二位的电磁法 好那我们先看左边 左边如果是我们右边的吸减的线圈通电机词的话 它就切换到右边的这个位置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是这一个 它的高压空气并没有进到我们的真空产生器 真空产生器它是进行一个排气的动作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吸盘是不会吸的 这个时候我们的物体它是它会释放 那接下来右边的这个回路图呢 左边吸加的线圈会通电机词 这时候我们的高压空气P呢 深蓝色的线条它就会进入到我们的上方的一个真空产生器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真空产生器呢 就会让吸盘产生一个真空吸力 就会吸住我们的红色的物体 那同时呢这个压力开关也会侦测到我们的这个物体呢 是不是有被吸附住 这是我们整个完整的一个气压回路图 包含左边的垂直气缸 中间的回转缸 以及右边的真空产生器的回路 那么整合起来就是我们整个系统的一个气压的回路图 接着我们来以这个动画的方式来说明这个实验的一个动作 那么首先呢我们会在这个输送带前端放置一个物体 那么按下启动开关的话输送带就运转 我们的圆形料就前进 那么前进到这个定位感测器感测到料件的时候 我们输送带就停止 这时候我们的仪载币就下降 吸盘就会吸取这个弓箭 好接着吸住了以后呢 我们的仪载币就上升 碰到上限 好接着这个旋转缸呢就转180度 那么摆到这个 这个对面的这个除料座一批的位置 好接着仪载币下降 接着这个吸盘呢把这个弓箭的释放 好接着仪载币上升 那么仪载币呢在左摆回来 回到它原来的位置 那么这个时候输送带又再度的运转 这样就完成了整个动作的一个循环 好所以这个单元呢我们就透过了这个自动控制教学 的这个平台里面的这个输送带以及 移载币这个单元来做的这个三轴机械币连续动作的一个控制 那么我们用实验的方式来熟悉这个布进阶梯图的一个用法 好那么在接下来单元呢我们要把这个实验的一个阶梯图 它的一个原理以及它的一个输入的方式再给各位同学做更进一步的介绍 好谢谢